先前进 大概到这个位置 然后按这个末端输入 按一下也可以 两下也可以 三下也行 按完了之后呢 按这个手动后退 退到我们要开始抛光的地方 比如说我这个比较长 直接退到最后面 退出来之后呢 直接按这个程序启动 就可以了 它就会走 我刚刚设定管的这个位置 然后围固那里来回走 走的次数是多少呢 这里抛光次数是2 就是两个来回 来我启动一下 它会走完两个来回 完整的走完两个来回 走完两个来回之后 就会停一下 好 现在我们启动的时候 这个轮子是不是没有磨到产品 这个轮子对吧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按这个启动 启动之后 按这个手动下降 一下一下点啊 一下一下点动下降 点动到什么位置呢 直到这个 呃 轮子磨到了这个弓箭为止 一直点 一下一下点动下降 不要常按点动 如果我们在点动的过程当中 它还是没有碰到停下来的怎么办呢 我们再次按启动 进去点动 哎 有声音了 这个轮子机磨到了这个产品 磨到了这个产品就可以了 至于要磨得有多重呢 那在客户那边它要磨出来的效果 是有决定的 但是一定是这个轮子一定要磨到 磨到我们的产品 然后如果说不好看 也听声音也不好听 提判标准是什么 这个我们的手啊 手背 碰一下这个产品 它有一点点烫水 就OK了 没问题了 如果说磨完这一个来回 我们觉得哎 有没磨好的地方 没磨到的地方怎么办 再次启动 启动完了之后 就不用按下降 也不用按升高 因为我们已经刚刚已经调好了 这个轮子距离工作台的这个高度了 调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按启动就行了 它就会 轮子会自动下到我们刚刚调的地方 如果我们觉得磨的不够正怎么办 再次点击这个手段下降 点一下马上放啊 点一下马上放 它就会下来一点 如果我们下多了怎么办呢 要升高 比如说我现在磨的是这个1.0厚度的 我会放了1.5厚度的 放1.5厚度放上去之后啊 在启动之前 一定要先按这个手动升高 升高到安全的位置 然后再按这个启动 然后如果没磨到 那我们再按点击下降 下降到我们磨到的那个位置就好了